强调的时间开始 而非单纯的结束 同一个仪式 却有着欢喜收割 与期待生根的双重含义 这使得毕业典礼 普遍受到重视 各个学校 因而挖空心思 想把庆典 犯得尽量的热烈 隆重 好让即将走出校门的毕业生 留下客骨银心的记忆 208学年度 本校有2586名大学生 和331名硕博士研究生 即将完成学业 不过因为防疫考量 今年毕业典礼的形式 和晚年不太一样 首先能够参与全校性 现场典礼的学生 就只有在座的200人左右 其他2700多名同学 只能收看网络直播 而不能像以往一样 可以一一上台 接受师长 拨碎 到课 其次 参与的人都得保持社交距离 不会有相互温情拥抱 一起规茂跳摇的场景 各位亲爱的毕业生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不仅仅改变变变的模样 让我们现在 已经身处 实际 与虚拟的两端 进行所谓的 分流 同步的仪式 同时 也加速 产业 与经济生活的变化 各位都知道 过去 10年以来 大数据 区块链 5G 人工智慧 等等新数位科技的出现 原本已经大大 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与工作形态 没想到新冠疫情 又进一步 使得宅经济 迅速发酵 造成各种通讯服务 影音串流 物流配送 跟产业的蓬勃发展 同学们 你们大约都知道 我姓吴 民有钱 还有个绰号叫做阿甘 巧的是 美国有一部非常卖座的 1994年代的经典电影 中文片语 是阿甘症状 这部电影的男主角 就是之前的演员 阿甘和汉克 最近在保派而通的 Life State University 莱克高丁大县 把第一届副业生 定义为 被顺习万叶时代 所接远的一群人 我非常地认真 我非常地认真 是的 因为你们是被 艰选的 幸运的一群 因为在许多人 多受到独发 疫情负面冲击的时刻 你们才能够平安 顺利地完成学业 是的 这是一个顺行 妄变的时代 你们不但经历了SARS 和新冠肺炎两次 极为充填的 高氛染性病毒的新型 更清楚地建设荒财 把所有所提到的 来与区域的事情 以及数位科技的 如非工具 各位被时代 这一天的同学们 面对不可预测的 期盼业度 我们一方面 必须主动可以为防疫 另一方面 更要积极发挥 红领基 设施主帝的机会 受到独立影响的 红类来着想 我们可能没有经历 他们的不幸 却鼓励 理解 同情他们